24号上午县长徐真卫特地来到新城乡花九线道 以及吉安乡花三十线道路改善工程 两件工程分别争取到了交通部6000万元的补助款 作为道路改善绿美化 道路刨除铺设AC路面等 设施改善计划的经费提供用路人更完善的道路使用 县长徐真卫24号上午来到新城乡花九线 以及吉安乡花三十线道路改善工程 而这两件工程款花里县政府分别争取到了交通部 花九线道4500万元 花三十线道1500万元的补助款 将作为道路改善绿美化 道路刨除AC铺设 提供道路使用者更舒适安全的行驶环境 然后它这边还有一点 它有一些脊椎性的排水 我们有做速通改善 就是清理那个它已经有一匹 然后还有边坡的草木和清理 然后AC的刨风 就整个把它整理 然后它那边过去有路灯 这边没有路灯的部分我们有做路灯 还有护栏 没有护栏的部分我们有帮它深色护栏 坐到哪里 我们都坐过去大概五公里 五公里 那今天来看我们的花九线 还有花三十线 那花九线是在我们的这个新城乡 靠近我们的这个加山基地这边 因为长久以来我们抬九线在上下班 以及这个很热门的时段的时候 常常都会塞车 所以这一次我们改善了花九线的一些的这个路面 以及我们的有一部分是拓宽 那有一面有一部分是做友善的设备 让我们这个能够些微的疏解 从花莲市到新城乡的一些车辆 也让我们的这个道路更加的安全 而在我们花三十线 也就是我们的华城一街的部分 从我们抬九线一直坐到我们的抬十一柄 沿着这个整个木瓜溪 让我们整个路面 以及我们的这个照明 还有整个路的景观会更加的美丽 那也会更加的安全 尤其是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 木瓜溪的环岛的自行车道 那当然那合并的自行车道 和我们这个华城一街的这个友善道路 我想结合的台九到台十一柄 我想这一块会越来越好 而且越来越美丽 也会成为我们吉安花莲 以及北花莲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休闲仪油气的一个道路 由于花九线是花莲市与新城乡居民交通要道 北端道路转弯处道路狭窄经常造成车祸事故的发生 希望经由道路改善工程来减少交通事故意外的发生 而花三十线道路目前公路局正在进行 木瓜溪桥的改善工程 等待公路局完成相关引道之后 配合花莲县政府建设处的道路改善工程 就能够让花莲市以及吉安乡的乡亲 有更安全的行车环境以及休闲步道 记者林杰综合报道 福尔子